10月31日15时37分 搭载中国空间站最后一个主体舱段 孟天实验舱的长征5号B-14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预计明天上午接近空间站 神州14号航天员乘组 已做好迎接孟天实验舱的准备 填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 孟天实验舱 三舱形成梯字基本构型 中国空间站建造任务的收官之战 正式打响 这也标志着载人航天三步走 发展战略迈出重要一步 属于中国人的空间站时代已经到来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起飞 近零 153.3秒191号秒 153.3秒191号秒 空间站梦天实验舱 以准确进入玉林轨道 工况正常 现在我宣布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孟天实验舱是中国空间站第三个舱段 第二个科学实验舱 由工作舱 载荷舱 货物器闸舱和资源舱四个部分组成 全长17.88米 直径4.2米 起飞重量约23吨 是我国期间为止最重最大的航天器 后续 孟天实验舱将按照预定程序 与空间站组合体交汇对接 完成有关功能测试后 孟天实验舱将按计划实施转位 届时 天河核心舱 孟天实验舱 孟天实验舱在同一平面 形成中国空间站T4基本构型 三舱最终实现控制能源 信息 环境等功能的并网管理 开展更大规模的空间研究实验和新技术试验 推动我国空间科学研究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孟天实验舱入轨之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中继的展开 太阳翼的展开 这些保证了信息跟能源的功能正常入轨之后 整个飞行器载轨用型的一些状态的设置 我们实验舱的话 采用的是一个地面制导的一个 半自主的一个交互对接方式 孟天实验舱密封舱容积近110立方米 可为航天员提供约32立方米活动空间 而两个实验舱任务也有区别 孟天实验舱主要面向空间生命科学研究 而孟天实验舱则主要面向微重力科学研究 孟天实验舱是三舱中支持载荷能力最强的舱段 提供13个标准科学实验柜安装空间 舱外还配置有37个载荷安装工位 可为各类科学实验载荷提供机 电 信息方面的能力支持 孟天实验舱也被称为太空货运港口 它独具的载荷自动进出舱功能 将进一步提高空间站进行舱外载荷实验的能力和效率 舱内配置一台载荷转移机构 可以稳定执行将货物从舱内送出舱外 或将舱外货物运至舱内的任务 孟天实验舱的货物气闸舱上 还安装了全自动弧形滑移电动舱门 可为货物进出舱提供一条宽阔的走廊 也是隔离舱内与舱外空间环境的关键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 孟天舱还可以化身为微小航天器的母岗 当需要执行释放小卫星任务时 航天员只需要把小卫星安装在释放机构肚子里 在整体安装在载荷转移机构上 按照货物出舱流程 经气闸舱泄压后 把释放机构送到舱外 机械臂抓取小卫星释放机构 并运动转移到发射方向 收到地面发送的释放指令后 释放机构就会像弹弓一样 把小卫星依次以规定的速度弹射出去 从而实现载轨释放小卫星 这就解决了微小航天器低成本进入太空的问题 按照空间站1加1加1等于1的核心设计理念 孟天舱作为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工作的 关键核心载体 将不再为航天员配置类似 天河核心舱与问天舱的再生生堡 以及睡眠区 卫生区 但空间站的三个舱段 均配置有航天员的锻炼设备 孟天舱配置的是 类似健身房划船机的抗组锻炼设备 6月5号 空间站迎来了神舟14号 陈东 刘阳 蔡旭哲三名航天员入驻 他们预计12月返回地球 载轨6个月 14号 中国空间站第二个舱段 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 10月12号下午 天宫课堂第三场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这也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 问天实验舱内进行太空授课 在约50分钟的授课中 神舟14号飞行程组 生动介绍展示了 问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 展示了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 水球变缆实验 太空聚位饮水 会掉头的扳手等神奇现象 讲解了实验背后的科学原理 这是陈东展示的微重力环境下 毛细效应 和地面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我们在太空 如于没有了重力的束缚 表面张力作用会更加的明显 会驱动液面不断的上升 最终我们的页面都会上升到管底 水球变缆实验则由刘洋授课 刘洋先是用注射器喷出空气 快速冲击水球 水球发生剧烈震动 然后在水球内加入一个空心钢球 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虽然钢球穿进了水球 但是水球仿佛有粘性一样 把钢球又给拉回来了 好的 现在钢球已经放置好了 我们再以同样的力度来冲击它 震动确实变小了呢 水球好像变懒了一样 为了迎接孟天实验舱的到来 三位航天员在9月30号 配合进行了约一小时的天地协同 让问天实验舱进行了转位 空间站组合体 由两舱一字构型 转变为两舱L构型 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转位机构 载轨实施大体量舱段转位操作 到年底 空间站还将迎来神舟15号飞船的到来 届时将会有两批六位航天员 齐聚空间站共同生活工作 今年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立项实施30周年 按照三人航天三步走发展战略 孟天实验舱的成功发射 标志着第三步建造空间站 解决有较大规模的 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 即将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专门为中国空间站 三个20吨级主舱段 发射任务而制造的大型火线 厂征5号碧运载火线 以三战三截的完美表现 助力中国空间站主体三舱齐聚太空 下面来连线航空知事主编王亚南 王晓尔您好 今天梦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升空 媒体普遍认为 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迎来收官之战 那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随着梦天实验舱的升空 中国天宫空间站将会从现在的L构型 变成一个T字形的构型 这也是当初规划天宫空间站时的 最终的理想状态 也就意味着梦天实验舱的对接成功 将标志着中国天宫空间站的落成 所以我们把梦天的升空 称为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收官之战 如果回溯到1992年 我们制定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的计划 到今天为止已经经过了30年 如果从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算起 至今已经有52年 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宫空间站 实际上是在2021年才发射第一枚核心舱的 从这个时间点上看 天宫空间站的建设工程 一共也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国际社会上认为 我们的速度非常之快 但是我们看到的天宫空间站的建造 实际上是几十年的漫长探索 积累过程的一个最终的成果 中国的空间站工程 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探索过程 从2011年和2016年分别发射 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目标飞行器 我们建立了短期的有人驻留的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能力 在这之前中国完成了载人轨道运行 舱外活动 航天器的空间交汇对接等重要的能力建设 随着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的任务的顺利完成 中国具备了建设更为完备严整的空间站系统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2021年天河核心舱的顺利升空的真正背景 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成功自主建设空间站 您认为有何重大战略意义呢 实际上从空间站工程本身来看 这个工程本身就是创新驱动战略的直接体现 中国的空间站既是重大的科技创新行动的成果 同时也是未来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动的通道和大门 从我个人看来 空间站工程就像是一个引力异常巨大的磁石 它一方面有力的推动了各项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创新步伐 另一方面又以自身作为科研基地的平台优势 有力的反补了各项基础研究工作 所以这种能够实现循环推进的重大科技工程 是中国能够获得更多的创新驱动活力的有力的一个抓手 实施空间站工程 就要求中国在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要有诸多的突破 比如说新的材料 新的燃料 包括新的电子科技以及系统工程 特别是在自动化系统的能力方面都要有全新的提升 如果不是依托空间站这样一个重大工程 那么这些领域的进步速度和创新实力 可能就不会得到这么快的提升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以空间站这样的重大创新工程为抓手 利用它来带动国家各行各业的能力提升 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契机 好的谢谢 王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谢谢